大家好,我是阿苦 歡迎來我的頻道 說到最近出了一款新的矚目作品 就非阿托達斯的愛與幻想莫屬啦 由女生異聞路系列鐵三角《喬野貴》 《不老成績》《木黑將司》所製作的一款奇幻風格RBG作品 我相信許多玩家一定非常期待 在遊戲發售後有一些玩家包含我 有發現他跟女生異聞路系列非常相似 甚至也被戲稱為女生異聞路6 再偷偷跑出來簡單概念 當初在2017年發布愛與幻想的初始專案 Quadric & Fantasy的時候 我直覺認為它是一款正統的JRPG 不會用跟PC一樣的玩法機制 所以當暗於幻想這款遊戲出現時我蠻好奇的是 既然遊戲內容機制這麼像女生異聞路 那幹嘛不直接出女生異聞路6呢?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來聊聊 暗於幻想與女生異聞路之間的相似性 並且探討女生異聞路6為什麼一直沒有推出 具體來說我們會從三個角度開始講 1.女生異聞路系列是怎麼演進的 順便聊聊當時我有些感想 2.猜想為什麼女生異聞路6還沒出 3.暗於幻想跟現在玩家熟悉的女生異聞路3、4、5 有哪些相似與不同的地方 不過在進入正題之前先簡單工帳一下 這次感謝SEGA願意找我合作來宣傳暗於幻想遊戲啦 只要輸入折扣碼Aku11011就有獨家優惠喔 詳細可以去我頻道的社群貼文裡面有詳細資訊喔 折扣碼優惠時間到10月31日 有興趣的朋友不要錯過囉 趕快趁優惠時期好好享受體驗這款遊戲吧 好了話不多說我們就進入主題吧 我們先從女生異聞路系列眼鏡開始談起 說到女生異聞路 這是Atlas旗下非常經典的IP 它其實是更古老的真女生轉生系列分支出來的衍生作品 起源能可以追溯到1994年超人遊戲 真女生轉生IF 這款遊戲一改女生異聞路那種末世的速殺氣氛 而轉由校園舞台學生為主題 也是女生轉生系列帶來一股新的表現方式 而這種校園設定也成為之後女生異聞路系列重要的特色 在1996年 女生異聞路系列第一款遊戲 女生異聞路Persona在PS上面登場 這款延續了真女生轉生IF的校園風格 但加入更多角色的互動跟心理元素 最後女生異聞路2延續這個方向 不過一二代還是比較傳統的RPG玩法 跟後來三四五代有明顯差距 我們先簡單理一下眼鏡的過程 一二代的遊戲模式比較傳統 先傳統這RPG 到指定紀念觸發故事事件 然後挑戰迷宮 到迷宮中的Boss戰鬥 再到下一個劇情觸發點的方式 阿別是一代迷宮是採用巫術機制的第一人稱試點 二代的則改為第三人稱試點的方式 雖然女生異聞路系列是以學生校園為主題 但女生異聞路2有分最偏跟罰偏 最偏的主角群是學生 則罰偏的主角群是成年人 而且罰的主角是五爺 也是女生異聞路首次採用女性主角的一代 不得不說分別用學生跟成年人兩種視角去說故事 是個很不錯的想法 玩家在探索的同時 可以利用真女生轉生系列的重模合體系統 來合出強烈的重模 雖然說女生異聞路也是有所謂的惡魔交涉與惡魔合體 但是惡魔合體的概念跟正女生轉生是不同的 正女生轉生的重模是實實在在的生物 但女生異聞路則不然 這些重模是所謂的人格面具 在女生異聞路中 玩家的角色不再是召喚傳托重模 而是透過人格面具的探索內心 這些面具象徵角色內在力量 能夠讓玩家與和夥伴共同作戰 在一二代角色每個人都可以換人格面具 讓戰略性更豐富 雖然幫夥伴組合式人格面具 也是蠻麻煩的事情就是了 這點跟三代之後的夥伴單一人格面具不同 我從一代就開始有接觸 但不得不說一代真的太難玩了 敵人很強 外交身體戰鬥節奏非常慢 迷宮非常複雜 總之就一整個難搞 我再管到中盤就不玩了 畢竟當時PS有不少好作品都比較優秀 二代的話是稍微碰一下就沒玩了 對他來說二代簡單很多 只是後來評價說二代故事超棒 總覺得應該早接回去玩看看 二代發售後雖然評價不錯 但銷售依舊還是維持只有特定愛的粉絲才會購買 我想對Atlas來說 還是希望女神英文系列拓展更多客源吧 二代的後篇發售後六年 女神英文錄三登場 這一登場就震撼玩家們了 從三代開始 女神英文錄就迎來大變革 加入日常生活模擬的養成系統 也就是所謂的日期形成制 以填索為單位 取消原本傳統的RPG進行流程 玩家每天可以自由決定要如何度過 也要透過社群系統 也就是故事中一些特定的劇情角色 這些角色都會代表一個社群 多跟角色互動提高好感度 就可以提升社群 來加深其他角色的羈絆 這不僅影響遊戲中的一些獎勵效果開放 也會影響故事的走向 這套從三代開始的系統 在四代五代進行更細緻的打磨 像三代迷宮就有一座塔 夥伴不能手動下指令 到了四代出現多個迷宮 並且可以手動控制夥伴 五代的時候 UI設計跟美術呈現完美結合 並且在迷宮設計上 有設計各種不同風格的迷宮 並搭配機關設計 解決三四兩代在迷宮上面 過於單調的缺點 整體遊戲性也注意加強 以上只是很概略的形容 當然改變不止這些要素 到了五代的時候 更是打到整個系列巔峰 卻說也大受好評 也有被一些玩家捧為P5天下低的稱號 自從五代問世後 女神英文錄系列開始誕生各種衍生作品 包含音樂遊戲的女神英文錄熱舞系列 動作RPG的P5S 以及戰棋遊戲的P5戰略版 甚至格鬥遊戲 女神英文錄4 胡迪救急被喬摔等等 看得出來 Athos在這個系列拓展花了不少先思 至今五代從2016發售後以來已經八年了 為什麼女神英文錄辭時未出呢? 說實話這個時間差不多是四代到五代之間的時間了 接下來我就來說說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以下猜測都是我個人的想法 不代表官方立場 也歡迎觀眾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課指證 特指說明 為什麼女神英文錄6還沒出? 這個問題其實困擾很多粉絲 包含我在內 不過在我看來 其實這也反應Athos對女神英文錄系列的慎重態度 從三代開始所創造的日期養成制RPG 到了五代已經設計得非常成熟 雖然P5R新增人物故事部分有些玩家不喜歡 但就遊戲系統的微調 已經調整到遊玩非常舒適的情況 如果六代沿用相同的系統 很難再給玩家帶來新鮮感 不代大成功其實讓六代開發變得更加困難 因為他必須要找出新的突破孔 要不然還是用一樣的核心機制 到底還能變出什麼樣的花樣呢? 以Athos對這個系列的態度 比較不可能讓這個系列像變成吃個教條那樣的罐頭遊戲 每一代雖然名字不同 但娃娃沒有怎麼太大改變 到底要怎麼改良讓玩家一眼就覺得很有感 就像四代道五代那樣驚艷的感覺 就是最大課題了 另一種情況是 如果要畫一套新機制 到底要怎麼做才可以讓原本喜歡三四五代的玩家 馬上接受、適應 以我為例 放出三代推出的時候 我其實有點排斥這種玩法的 會覺得好斷斷幹嘛改成完全不一樣機制的玩法 對我當初錯過了三代 之後因為人物很萌的關係買了四代後 才能理解三代這樣的改變其實是有趣的 而且也可以增加客權的效果 對Athos來說 女神應援路在商業上已經超越了真理神轉身 算是影響力最大的IP了 雖然Athos也是有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作品 像是P5戰略版跟靈魂海克2 但這些都不是主打 算是副產品等級的作品 也因為是副產品 所以就可以冒險嘗試一些新的設計想法 但P系列本傳不情 他們得確保出來品質一定有水準 不能翻車 我想這次他們造就六代 一直沒辦法的很快 呈現在玩家眼前的原因吧 所以我在想暗於幻想 或許是Athos來測試的一個實驗品 或許Athos想透過這款遊戲 來思考看看未來P6 可以用什麼方向來製作吧 接下來就聊一下 暗於幻想跟女神應援路345的比較吧 有一些玩家會把暗於幻想跟女神應援路做比較 這其實不難理解 因為兩者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是日期進行制 像這款遊戲採用的日期制 玩家每天可以決定這條做什麼 或去探索迷宮 去跟角色互動或提高自己能力等等 這與女神應援路系列的系統完全一致 這會讓人感覺好像在完全新一款女神應援路 遊戲中也是有五個個人屬性可以培養 類似女神應援路裡面的勇氣、學識、善良等屬性 這讓玩家在遊戲過程中可以感受到成長的樂趣 並且這些屬性可以影響到其他夥伴的互動 以及是否可以接特定支線路的條件 第二個是戰鬥系統 按於幻想戰鬥系統是經典回合字 這跟女神應援路一樣 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測個要素 不過主要節奏跟畫風風格還是有些許差異 按於幻想導入的速戰系統跟戰鬥中可以前後走位 而這是P系列沒有的 而且這些設計在戰鬥上也多一些樂趣 速戰可以減少進入戰鬥畫面的次數 對於探索迷宮來說是很棒的設計 走位的話可以增加戰鬥變化性 這樣有些敵點會攻擊特定位置 是要藉由左位躲開的 第三是社群羈絆系統 按於幻想也設計類似女神應援路的羈絆系統 玩家可以藉由不同角色互動來擊手新職業 這就讓我想到P系列的345代的社群系統 不過這次不是單純靠羈絆來提示的能力 而是會影響到遊戲的職業搭配 雖然兩款的羈絆效果不同 但是一樣也是鼓勵玩家去增加角色之間的羈絆 最明顯不同的就在於職業系統了 按於幻想沒有使用女神應援路的縱模系統 取而代這是圓形職業系統 在女神應援路的345代中 主角是擁有不同的人格面具 而夥伴只有個人固定的面具 如果用按於幻想來比喻的話 就是主角可以轉制成各種職業 但是夥伴是固定的 然而在按於幻想的圓形職業系統中 這些職業都可以被所有參與戰鬥夥伴裝備 並且可以根據玩家選擇進行調整和搭配 這意味在按於幻想中 夥伴的成長不再像P系列那樣固定面具 而是透過圓形職業搭配的提升戰鬥率 某種程度上就讓我想到女神應援路的早期作品 也就是一代跟二代的情況 那個時候夥伴的任格面具是可以更換的 而不是固定的 這樣設計也給玩家更多贊助選擇 可以自由組合夥伴和職業來面對不同的挑戰 按於幻想的圓形職業 還可以透過遊戲中的MAG 也就是魔幣的點數來取得裝備 當然後盤要取得上級職業可能要附加特定職業等級需求了 不過不必像女神轉身本傳需要靠交涉 來獲得新的惡魔或人格面具 讓遊戲變得更簡單直接 畢竟惡魔交涉有時候充滿變數 不是每次都成功 有時交涉失敗也會遭到疊人攻擊 這一改變使得暗於幻想的遊戲節奏更流暢 畢竟比起交涉的位置 這種設計可能比較直接一點 不過喜不喜歡就看個人就是了 目前我只玩到體驗版進度的範圍 還沒辦法抓到整款遊戲系統全貌 所以只能用玩體驗版進度去比對 這番進度包含啦 以上就是我對暗於幻想與女神硬碌345的 比較簡單感想啦 綜合來說 暗於幻想雖然看起來像是女神硬碌6的實驗版 但它終究不是女神硬碌系列 它提供一個全線世界關於一些有趣的玩法跟機制 讓人感到耳目一新 但也同時缺少女神硬碌6的獨特魅力 像是做某合體系統跟校園學生主題 就像我前面說的 RTOS可能想要用這款遊戲來實驗一些新機制 更換玩家們反應 對我們這些老粉絲來說 或許就是期待女神硬碌6正式發表的時候 能夠給我們帶來更大的驚喜和賭獲吧 不過在整代女神硬碌6的日子裡 我想暗於幻想也不失為一個值得一試的遊戲 它不僅好玩有趣 或許也提供我們一個契機去思考 究竟什麼是我們心中的女神硬碌系列吧 所以大家不妨趁著打著機會去試試這款遊戲 享受一下這個新鮮又熟悉的世界吧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享受限定值的call的話 記得在10月31號前購買喔 講細趣我外地天文看吧 最後你對女神英文RTOS有哪些期待呢? 又或者你對暗於幻想有什麼樣的看法 歡迎在留言區底下留言喔 我是阿虎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had some time 't even so read ��를 송 звон 從 Нав